抗議的團體啊 當然可以表達他的訴求 但是用這樣子激烈的手段 我們覺得太太超過了 蔡英文也太包容這樣子的暴力 難怪外界都說蔡英文是暴力的小英 我們也在這邊也要去譴責民進黨 不要為了討好抗爭的群眾 而譴責警察 口口聲聲說歡迎但是又跟暴力站在一起 而去譴責我們那麼辛苦的警察 我們真的是要大聲的質疑 所謂的歡迎只是為了要破除 逢中必反戴的假面具 委員 大家好 我們是沃草 那這邊我們有三個問題想要詢問國民黨的各位 那第一個是我們採訪過多次的社群人士 請問您是哪一個問題 沃草 是 我們是記者 我們是記者 對 我們採訪過多次社群人士 那我們發現社群人士其實和民進黨是有一點距離的 那這次的抗議行動其實他們也沒有收到蔡英文的指示 為什麼各位會把蔡英文和抗議連在一起 是不是消息是有點誤會的 那另外一個再來是 當年2004年的時候 連戰宋楚瑜也曾經進行過抗議 當時還出現過攻擊警方的汽油彈 國民黨前立委邱毅也曾經開車衝撞警方 請問各位是怎麼看 是否一樣也是稱呼他們是暴力連戰 暴力宋楚瑜 暴力秋毅 那這些抗議行為 是不是一樣不應該出現在民主社會呢 那第三個問題是 如果國民黨目前是比較支持警方的話 目前有許多民憑團體希望可以爭取讓警察 成立公會合理化警察的公使 那請問國民黨方面是不是支持 謝謝 我在講你的問題 自己都有答案 而且有些問題跟今天的主題無關 容許我們今天就受迫到你的問題 謝謝 好